2022年2月14日,吴倩晒出与女儿的合照并配文,单身姑娘们的情人节约会 宣布与张宇健离婚,随后,吴倩工作室发文,吴倩女士与张宇健先生已和平结束婚姻关系,我方将不再对此事做任何回应 在情人节这一天官宣离婚,吴倩的心真够大的,难道他未来不想谈恋爱,结婚了吗? 如果他未来的男朋友,老公和他一起庆祝情人节,吴倩肯定会想起2022年的2月14日吧?距离他们官宣有女儿到离婚,还不到一年的时间 2021年3月15日,有媒体曝光了吴倩带着一个小女孩在商场玩耍的视频,网友顺藤摸瓜,扒出了吴倩和张宇健的情史,认为孩子是张宇健的 随后,张宇健发文承认与吴倩引婚有女儿,正常恋爱结婚,有一个可爱的小孩子,法律手续齐全 张宇健还说,骂我无所谓,因为我不认识你,没义务跟你说任何私事,只想给孩子一个正常的成长空间 你实在不该拍我女儿,还把我女儿的名字给曝光出来,这次没保护好她是父母失职,她妈到现在都很自责也很难过 据悉,吴倩和张宇健在2018年合作了电视剧《我只喜欢你》,这应该是他们的定情之作 2019年,吴倩和张宇健被拍到牵手及同回酒店,但双方工作人员均否认了恋情 2020年8月,两人在被拍到一起做头发,但就是不承认恋情 去年,张宇健官宣自己和吴倩有个女儿的时候,吴倩没有发声,其实网友就已经知道他们的感情不好了,否则肯定会两人一起官宣的 就连华晨宇和张碧晨这样未婚生女的两个明星,都是同时官宣此事 吴倩和张宇健有合法手续的夫妻,为何不同时官宣呢? 所以,吴倩和张宇健官宣离婚,那就不奇怪了 张宇健官宣有女儿,和华晨宇官宣有女儿,前后就差了两个月的时间 非著名于平仁吴清宫指出,有了华晨宇未婚生女在前,所以网友对张宇健隐婚生女的行为表示出了宽容 而且,张宇健和吴倩都不是流量明星,他们不用怕掉粉,明星结婚生子没有义务公开 而华晨宇是流量明星,他未婚生女的消息曝光后,对事业还是有一定的影响 但还好,华晨宇没有成为劣迹艺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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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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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